雲威焦點帶您關注到的是 立委余天的二女兒余苑琪 現在的病況似乎開始惡化 而現在也傳出了 余苑琪已經簽下了 放棄急救的同意書 也讓外界很驚訝 到底怎麼回事 不是都健健康康的嗎 而且之前也有復原的跡象 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呢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的是 其實他的弟弟余祥泉 之前去做身體健康檢查的時候 他也發現了 他的肝癌跟阿茲海默症的指數 比一般人來的高上許多 而其實余苑琪也算是 瑜伽裡面吃得最健康 也盡量不吃油炸的食物 但是為什麼偏偏癌症找上門 讓全台的醫師現在也束手無策呢 他們說很有可能 就是因為遺傳的關係 我們現在也來看到 余苑琪的狀況 2014年的時候 當時被診斷出直腸癌第三期 後來擴散到肝臟 淋巴甚至是肺部 8年清洗了4個器官 也超過了70次的化療 也讓余苑琪呢 真的是越來越瘦 但是他還是強打起金蛇 為了兩個小孩 有時候還會開直播 不過他呢 比常人的風險 大腸癌就高出了5.56倍 肝癌也是5.17倍 那麼認為呢 其實都跟著遺傳基因有點關係 那麼頻繁出現腹腸腹痛腹瀉便秘交替 而且血便有黏液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了 趕快到醫院檢查 也提醒民眾呢 看到這樣的例子之後呢 如果身體出現了疫狀 還是及早就醫治療比較保險 請支持TVBS 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趕緊訂閱 開啟小鈴鐺